我最近呢耗费了很多时间在这台机器上面 这是什么设备呢 其实它就是网客云去掉外壳之后的样子 它是一款配置非常低的机器 而且呢 它的CPU还是32位的 所以呢 我之前是觉得它是挺垃圾的 那我为什么要来讲它呢 因为它现在很便宜 现在裸机的价格应该是3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了 所以呢 我最近在自己尝试打包一个网客云的固件 配置好常用的软件 让大家呢 直接刷入这个固件就可以拥有这些功能 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台便宜又不占地方的服务器 那么你可以接着看下去 刷好这个固件之后 机器可以用来当下载机的24小时挂机下载 可以用来搭建博客 平时没事可以写些文章 还可以连接一个移动硬盘或者U盘 共享里面的视频呢 给电视或者手机播放 其他的功能这里就先不讲了 后面会介绍到 接下来我们先来刷机吧 硬件方面需要准备双弓头USB线 镊子 软件方面需要安装刷机工具和下载固件 这些我都会放到网旁里面 然后就需要来拆机了 先把后面的塑料板撬掉 它是用双面胶张着的 然后拧开螺丝就可以拿出主板 然后先切换到电脑这边 需要准备一个刷机的应用 USB Burning Tool 网盘里面有 先在电脑上面安装好 打开 此时点击文件 导入烧路包 选择底层包 然后点击右边的开始 再回来玩客云这边 准备刷机要用的东西 双弓头USB线需要连接在靠近HDMI的USB口 另外一头连接电脑 来到主板的后面 用镊子按住这两个接触点 然后再插上电源通电 整个刷机过程最难的就是这个了 如果你没按紧 可能通电之后就没有办法软接成功 进入不了刷机模式 所以我建议找一个电源开关 一只手按住镊子 另外一只手去打开电源开关 如果看到电脑上面显示连接成功 就可以松手了 如果你在这里也显示这样的爆错 可以尝试连接台式机后面的USB口 那么这样机器就已经刷好机了 这里刷入这个底层包的作用是 让机器可以通过U旁启动 所以接下来就需要往U旁里面写入固件 准备一个U旁或者图卡器加内存卡 选择一个镜像写入工具 这里我用USB Image Tool 将这个体积为2.91G的ing镜像写入进去 完成后会看到U旁的名字变为Boot 再将U旁插入网客云 连接好网线插上链源 过一会儿直接到浏览器里输入OneCloud斜杠 就可以看到网客云的导航界面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路由器的管理界面 查询网客云的IP地址 在浏览器中访问IP地址也同样可以 第一个图标是博客 自己设置好账号密码就可以写文章 威力同步可以用来备份手机文件 例如备份手机的图片 Transmission的账号和密码都是Atomic 这个下载器只能用来下载BT种子 另外一个下载器是QB 以前介绍过很多次了 还有一个文件管理器 账号和密码都是Atomic 然后还有一个Potainer 可以用来管理Docker 账号Atomic密码PowerC 查看没什么问题之后 就可以将这个图件写入到机器本身了 这样以后就可以脱离U庞运行 通过SSH连接网客云 账号Root密码PowerC233 执行里面的这个脚本 就可以将图件写入EMNC 完成后这里会有提示 断电拔下U庞再通链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图件使用应该是挺稳定的 我之前尝试过连续运行20多天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它挺适合拿来搭建博客或者跑脚本的 里面自带有Pi33 如果有打算拿它当下载机的需求 那就需要挂载一个硬盘或者U庞 系统默认情况下会将MNT这个目录共享出来 所以硬盘要挂载在这个目录 连接好硬盘后 在终端里面通过LSBLK命令可以 查看硬盘分区挂载SDAE这个分区 再通过SMB访问王客云就可以访问硬盘里面的内容了 王客云的USB是2.0的 因此注定了SMB速度快不到哪里 写入速度在20多兆左右吧 那它支持多大的硬盘呢 这里我测试10T的硬盘是可以识别并且挂载的 如果你下载的小视频体积不大的话 你甚至可以选择插一张SD卡就行了 如果你用TF卡的话 记得挑选适合的卡套 资源下载方面 日门资源使用QB的下载速度会比TR快 有时可以跑满我家的带框下行 让QB占用的内存会比较多 温度表现方面我感觉挺好的 因为我拆了外壳 现在冬天基本维持在35度左右 感觉这期的视频难点呢 主要在刷机那里吧 其他系统方面呢 因为我都已经配置好了 应该也没什么需要特别拿出来讲的吧 这些账号密码我待会会写到博客文章里面 后续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话 我也会通过博客的文章来更新 所以就这样咯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希望你可以帮我的视频点个赞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点击 点击